台北地院前法官许聪元在16年前 省理美农无金税炒股案 被指控收受汇款 一审时被判刑7年半 不过前年底在更实审时 最高法院以检察官预期起诉为由 无罪定业 许聪元后来就在他已征程期间 曾经被羁押77天 向法院申请冤狱赔偿金 获赔15万4千块钱 不过这样的判决 却让民间司改会认为实在很荒谬 台北地院前法官许聪元被控贪污 官司缠送了16年4个多月 从一省被判决7年半到高院跟10省 最高法院不断的撤销发回高院 在12次的事实判决中 三次认定无罪 八次认定有罪 最后以检察官上述预期为由 无罪定验 不过法官在判决中仍然认定 许聪元曾与被告多次出入酒店 行为不当 对于高院以认定上述预期 做出无罪的判决 法务部表示无奈 去年许聪元提出了冤狱赔偿 请求当初被积押一贴 应获得五千元的补偿 高院裁定赔偿三十八万五千元 但最高检察署与许聪元 身为司法人员 不当行为 自己也需承担部分责任 决定给予一天两千块 司改惠表示 整起事件因为检察官上述预期 而无罪定验 但赔偿金却要全民买单 实在荒谬 到底这个检察官为什么会预期 他难道有 也有跟这个被告之间 有什么利益上的纠葛 不然为什么一般的人 都不用那么好的待遇说 我的判决 然后检察官就忘记上诉 或预期上诉 为什么一般人都没有 为什么在这种案子里面 才会有 虽然检察总长黄世民表示 收到高院的刑事补偿案 决定书后会研究 是否向司法院申请赋议 不过司改惠认为 要重建民众对司法的信息 更关键的是检方应该清楚说明 检察官为何会上诉预期的原因 最具责任 给社会大众一个交代 记者陈淑军谢启文台北报道